花蓮市祖河里福安路段 去年底进行自在水管线泰换工程 为了避免道路回填不实 管挖位置凹陷或者是凸起等不平整 花蓮市公所和自在水公司协调将各自负责的路面 全部刨除再铺设搏油 铺设的作业呢 花蓮市是分不同区段来进行的 市长魏嘉贤在18号特别前往关心整个施作状况 花蓮市长魏嘉贤18日前往祖河里福安路段 关切道路刨铺工程施作情形 由于用水需求持续成长 该路段去年底进行自来水管线泰换工程 将组合里的老旧自来水管线全面泰换 提升供水品质 而管线泰换开挖后回填 通常只针对开挖处铺设搏油 考量到管挖后回填路面美关级完整性 市公所特地与水公司协调 达成换铺办理刨铺路面的共识 交通可能势必会碰到一点点的黑暗期 但是铺设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路面绝对是平顺的 我们刚刚也透过里长 来了解到里民的一些相关的心声跟想法 未来我们会希望 这整个路面铺设完了以后 会减少它的开挖 也会禁止一些不必要的开挖 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里长的反应 更感谢自来水公司的大力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整体的路面市区道路 可以逐步逐步地来做相关的整平跟态换 那让好的路面 让所有的用路人都可以骑在安全的路上 我们施工完成之后 就立即跟公所来做一个配合 我们叫做这个所谓的换铺 就把这个路面 在我们不增加我们原本自来水的一个路面修复的经费的一个状况下 结合施工所的经费 把整个路面一次性做一个恢复 恢复一次性到位 让民众确实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路面的一个平整性 很感谢我们公所及自来水公司在施工时间迅速将我们里内的路面 在最短的时间内陆续一一完成 也感谢我们公所及自来水公司这次拨那么庞大的经费 针对我们组合体的部分 魏嘉贤指出 管线单位若只针对他们挖掘的部分回田 会造成管挖位置凹凸不平 如今各自负责的路面全部刨除 在铺设薄油后夯时 才不会造成区块行驶上的危险 刨屋作业日前在中浮路 南京街 成功街 福建街 广东街及中河街等路段同步进行 预计下周可顺利完成 短期内虽然造成通行不便 但管线态换后可提升用水品质 道路将更为平整 还请用路人多加包容并小心行驶 记得讲方言华联士报导